OK 大家好 现在正式开始 这个就是星期天的一个下午三点钟 就今天一个礼拜没有做直播 反正就休息一下 现在就正式谈香港的国安法 国安法是在美国想取消 这个香港的经济特殊地位 看起来呢 这个题目是很新鲜 也很申诉 但是我在这里声明呢 我就不站在哪一方去谈 不站在任何的这个立场 或者是站在某一方面去谈 这个跟政治相当直接有关 很浓厚的这个情况 最主要我是站在这个国际贸易 站在这个经贸这一方面来谈 尤其是如果真的美国对这个港版 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呢 有这个制裁的话呢 到底对香港对中国 还有对这个大中华以外 尤其是在我们东南亚 还有马来西亚利根壁 尤其是我在谈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这个中国一带一路 还有香港在去年一整年的整个的局势发展 遇到了这个比如说示威啊 这一方面 这个是进一步的一个情况 包括今天我们也看到早上的时候呢 我就从我孩子那边传来的一则的这个video 就是在美国的Visconsin Madison 在一个非常平静的一个城市 也开始骚乱了 也就是因为自己美国 美国呢自己那一方面也有问题 也就是因为白人警察 就是在这个暴力执行呢 就致死了一个黑人 所以变成了这一两天就开始 有本来是和平示威 变成了一种暴乱的这个示威 今天在Visconsin Madison呢 就是在这个Under Armour 就是Under Armour嘛 就发生了有人在砸电 包括在Minnesota呢 有人在砸电 所以呢 这一个所谓的和平示威 演变成了这一个暴力行动 在香港呢 是认为是一个 这个民主示威 但是在美国 在特朗普 在特朗普的眼里呢 在他美国本土发生这些事情 就成为了一个暴力 甚至于他还有一些用 可能用军力呢 来镇压整个的事情 所以两件事情摆在一起呢 我们看美国怎么对中国 跟香港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在这里声明呢 我不站在任何的一个 政治立场去谈 但是我最关注的 还是在这个经贸这一方面 居然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个特朗普 特朗普呢 其实在这个国安 国安 这个事件这一方面呢 香港国安呢 其实他之前也 也声明就是说 美国推出支持WHO 就是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这个也讲了很久 讲了起码有一个月嘛 因为他记得了这个 这个WHO呢 老是站在中国这一方面呢 去抗这个新冠疫情 所以他就正式说 想要推出 想要推出 如果是在线上的朋友呢 可以请大家转发一下 如果是以后 我在这个YouTube的 这个存档案呢 能够大家再subscribe跟share 就回到就是说 谈到这个WHO呢 因为美国声明就是说 他这么多年来 每一年支持五亿 五亿的这个美金的支持 WHO 但是中国呢 是大概只是四千万 或接近五千万的这个支持 为什么一个只有给 十八仙的 这个资金的这个支持 反而要听中国呢 这个是特朗普自己 我不知道是他个人 还是他整个国家在想 所以呢 他是主张推出WHO 虽然他是这样讲呢 他还是必须要经过 他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立法会啊 国会这一方面呢 投票才可以通过 但是呢 他已经喊出来说 要离开WHO 甚至于在五月二十号 也就是在上个礼拜呢 也就是说 他们开始要针对 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 就是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ASDAQ 这一些上市的公司呢 一共有158家 属于中国的公司 包括有一部分是国企 国家企业 有一部分呢 是私企 就像阿里巴巴 百度 拼多多 或者是 这个 瑞幸 咖啡 这一方面的 这个公司 已经上去了 所以呢 他要更认真的去 去做 去做 这个稽查 所以他也放风声了 就是说 要针对中国企业 在美国上市的 158家 或者其他比较小的 做更认真的 这个稽查 因为为了是要保护 美国国内 或者是 每一个投资者的 这个利益 当然出发点是很好 但是一样的 还是针对在 中国的 这个 企业 所以这一次呢 特朗普喊出了 这几个措施 也就是说 他会针对 中国的那一些官员 要去美国的话 都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搞得说 那些只要是 这些中国的官员 要去美国的话 现在会很麻烦 就是他所讲的 就是说 将制裁 削落 香港自治的 中港官员 他至于怎么样去决定 这些官员的身份呢 当然他是在 他这个措施里面 同时候 也会 也会制裁 香港 将不再 视香港为 独立的 关税区 接下来 如果他 制裁 这个国安法 制裁 香港的话呢 也相当于 就是说 他会 征收一些税 这个就是 所谓的 现代战争 就是用税 用制裁 来跟某一个地区 跟某一个国家呢 在做 这一方面的对立 同时呢 他将暂停香港与美国的 引读的这个协议 并监视出口仪签证的 这个安排等 还有就是取消 与中国金方直接联系的 中国研究生签证 另外一个报道呢 大概有3000到5000个学生呢 如果今天要到 美国上课的话呢 是有问题了 甚至于中方这方面 要准备好 私人飞机 要把他们载回来 这个就是按照 很多的 这个资料的整理 今天我资料整理 看到的 同时候呢 也会检讨 国务院对香港的 这个旅游警示 那就是 也是在这个 美国的这个措施里面 还有就是 刚才说的 研究禁止 中国公司 在美上市 所以各种各样的 这个措施呢 就是在整个 特朗普的 这个施政这一方面 所以看起来 看起来呢 就是说 好像这个国安法 是一个罪 一个罪行 好像在这个世界上 在美国呢 没有存在这个 所谓的国家安全法令 这个国安法 所以看起来 如果是我们 没有真的去了解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恶法 到底是不是一个恶法 我们要看 很细的东西 但是从 整个的 这个简单的 这个国安法呢 到底美国自己本身 有没有这个国安法 就是要保护 自己的这个国家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他其实呢 在这个 美国这一方面呢 他自己本身 也有这个 20个国安法 我来念一下 我来念一下 就是说 他这一个 国安法里面呢 有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是很有趣的 虽然很多时候 当我们要了解 一些新的法令 或者新的一些想法的话 我们就不能一面 听一方面的 一面支持 或者是以情绪的 去看这些事情 比如说 美术的港版国安法呢 危害香港的自治 他们真的这么好心吗 难道美国自己 没有国安法吗 所以我们在看呢 其实就很像 香港在中国以外呢 是一个特区 像美国自己本身 有没有一个特区呢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特区 要想一下 按照你们的这个 知识常识 有没有特区 如果有的话 大家可以写一下 那今天纯粹 我们是这个谈天 谈天的话 就是把这个 第一手整理的 这个资料呢 尽量跟大家 再做分享 所以美国有没有 自己的一个特区 有就是 关岛 英文叫做 Guatamala 什么 关岛 还有Portolica Portolica Portolica 还有这个 American 这个 美署 Virgin Island 有British Virgin Island 也有American Virgin Island 这些都是 国安法的管辖 都是他们自己 美国也有这个国安法 还有个Hawaii James Law James Law讲的 实际情况是 美国设计的 国安的法律 的明目繁多 对其海外宿地的 管理严格 显然 这些政客呢 又在玩 双重标准和强盗逻辑的 老花样 就像我们的 这个Property大师 这个William 李毅连 刚才讲 就是 两把扯 两把扯 And again 我们是在分析 所谓的中国国安法 就是港版国安法 跟美国的 这个关岛 Portorica 跟American Virgin Island 的这一些国安法 是什么 好 我再练一下 美国最近呢 有多少部设计 国家安全的法律 美国至少有 20部的国安法 包括 煽动 叛乱法 煽动叛乱法 间谍法 敌对外侨法 国家安全法 中央情报局法 保护美国法 还有就是 外国情报侦查法 还有就是 反经济 间谍法 还有就是 国土安全法 等 范围涵盖的 政治经济 等各个领域 OK 比如说 在他 古时候的 比较老一点的 这些 这个法呢 就是在 1798年的 煽动 叛乱法 还有 1918年的 这个联邦 反反动 还有就是 最靠近的 我们呢 就是 我们熟悉的 就是 2001年呢 就是911事件 也就是 两个大楼 被轰下来了以后呢 美国通过了 爱国者法案 以防恐为名 授权 美国国安局 对美国公民 和生活在外国人的 进行 确听啊 确听啊 就是偷听啊 就是2001年 我对这一个法律呢 是相当的 有这一个 记忆 记忆心 为什么呢 因为 我是经常就 经常 就是 出国嘛 出国 每个月出国 去做车经商 这二十几年 是这样 所以我记得 美国在 911之前呢 如果你要通过 这个安检 就是 机场的安检 都很轻松的 都很轻松的 你只要过去 你不能 动他身上 不能动 美国人 去搜查 他身上什么东西 因为他说 人权 你不能动 所以要坐飞机 他们很轻松的 没有说 要像 其他的国家呢 都要很 很认真 很 很详细的 去搜查 你整个身体 但是后来 有了911以后呢 他就改了 这个法令 反而美国 成为全世界 做安检 机场安检 每一个关口 安检 最严格的 一个地方 到时候要脱鞋 脱裤带 还有身上 有的东西 全部都要 unload 所以那时候 我就开始 感觉到很好笑 此一时 彼一时 以前呢 就是你身上 都不能动它 不说男跟女 女的更加不能动 但是后来 改了这个法令的时候呢 它比任何一个国家呢 搜查的更厉害 这个是911 所以那时候 我也影响 我经常出入中国 香港 台湾 本来很轻松的 后来去了中国 也很严格的 鞋要脱掉 裤子要脱掉 我经常还跟 在马来西亚 我还跟这里的 官员说 我这个裤子 不小心脱的话 怎么 哦 那个不好 所以搞到全世界 本来是讲人权 到最后呢 开导车 就是911以后 这个是很新鲜的 一个国安法 所以甚至也有人说 如果你去到 它这些地方 去到它这个 刚才说的 这一些离境的地方 它有他们的 这个海军基地 你去的话 你是用一个 drawn上去 去偷看的话呢 那个就不得了 他们就很紧张 所以我们在 比较之下呢 其实美国也有 它的这些 这些国安法的 OK 好 这个好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 谈了 谈了就是说 到底 如果它制裁以后呢 会对 会对 香港啊 对中国 有什么问题 好 我来 我来 就是比较详细的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如果美国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对中国大陆会将产生个怎么样的影响 比如说美国的前驻香港总理事 就是Steven Yang认为 这种影响会有滚雪球 因为有很多的美国企业 自己本身先会离开香港 所以你说 Trump要制裁香港的话呢 首先美国企业自己本身先要离开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认为 这是说 今天 你看起来是制裁香港 但是香港呢 因为站了在这个金融啊 金融的身份跟帮中国呢 是做了很多的事情 因为虽然很多的这个制造业是在 是在中国 但是很多美金要对外的话呢 中国的这个企业 中国的金融系统呢 都要跟香港挂上钩 跟香港挂上钩的话呢 他今天 你说今天香港有事情 好我就转去深圳 转去上海 转去北京的这个金融中心呢 是没那么简单的 因为那一些都是在中国的这个境内 所以香港自己本身有这个特殊的 这个身份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世界的这些组织呢 包括这个WTO 包括IMF 就是这个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还有International Monetary Federation呢 都对香港是一个自己本身是一个隔体 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组织 而不是属于中国的 所以今天你来制裁 香港的话呢 是针对香港跟世界 跟每一个地区的这个自由贸易呢 起了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 如果是今天美国对香港 采取这个制裁的话呢 它会直接对美国跟香港 最大最大的这个 这个两国经贸的影响 OK 如果我们根据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就是US Trade Representative的数据来说 2018年美国以香港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 超过661美金 661美金 美元 马币就是2177亿 就是2177亿Ringit 就是它出口 美国出口到香港 它倒过来呢 如果是 美国进口香港的东西呢 就相当于香港出口到美国 又是怎么样呢 就是160亿美元 约730亿Ringit 你看起来好像是 所以美国这几年一直制裁中国 就是因为 中国做美国的胜利 多于美国做中国的胜利来得多 所以特朗普 川普站在他做商人的角度 他就制裁了中国 把这些关税提升 站在两国之间 看起来不对 但是站在做生意 当时川普呢 有他的 他的这个想法 所以因为他的那个想法呢 就让美国很多的 unemployment rate呢 reduce 所以就是创造了 很多的工作机会 所以当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在看片面就觉得 川普是不对 但是后来认真看了以后 其实川普呢 是对自己的本国的 创造这一个 这一个 工作呢 他已经贡献了很多 好 今天我们再看回 美国跟香港又怎么样呢 事情又相反了 因为今天他的顺差 美国对香港的这个经贸 两国经贸呢 是顺差的 顺差的就是说 美国做香港的生意 多于香港做美国的生意 所以他的这个顺差 如果他今天把美国 美国把这个香港的特殊地位 把它消除掉了以后呢 是对美国不利的 对美国的出口的那些企业呢 是打了一棍 一棍 打了一个很大大的一个闷棍 或者是很想 也不算闷棍啊 很想了几棍啊 因为每天在做生意 突然间老板 我们的特朗普 说要有制裁 要有这个关税 就变成 对美国的这个企业有影响 所以呢 在香港呢 根据这个美国的国务 国务院的这个书记的报告 在香港呢 有1300多家的美国公司 有1300多家的美国公司 居住在香港呢 有8万5千美国人 8万5千美国人 所以难怪风的生意这么好 这么多老外 这么多鬼老 也就是有很多美国人 居住在那里 同时候呢 在2018年呢 约有290家的美国公司 在香港设有地区总部 把地区的总部设在香港 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贸易区 自由港口 很多东西都是自由 今天你美国要把它制裁 把它自由的地位 把它锁起来 设立很多的关税 这样这一些290个美国公司 设在那里的区域 总部是不是影响 同时候呢 还有另外434家的美国公司呢 在那里设有办事处 所以刚才讲的 既然你一喊这样的情况 不是香港人先有问题啊 中国企业有问题啊 连美国的公司都要先跑掉 美国的公司可能跑去哪里呢 可能跑去日本东京 或者跑去新加坡 尤其设计在这个金融这一方面 设计在金融这一方面 所以呢 丑当其冲的 也就是这个金融这一方面 好 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既然今天我们谈经贸嘛 怎么先影响 过后再看我们东南亚 又怎么样的影响 甚至于 根据美 经过香港贸易和工业部的数据 这几个数据都是不同单位 它不是同一个单位在报导 有时候你说同一个单位报导的 中国的agency和agency的报导 可能是有偏差 有一面支持 但是这个是根据香港贸易和工业部的数据 香港是2018年 美国第三大葡萄酒的出口市场 就是美国出口的 California red wine 什么wine white wine champagne 去到香港呢 是它第三个葡萄酒 第三大市场 但是区区的 香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六七百万人 怎么有喝这么多红酒 但是因为就是 自由贸易港嘛 很多进到香港 再转进口到中国 这个是一个事实的 所以你今天因为国安法 你要去制裁中国 你要去制裁香港 你看你的影响 你的单单出口 你的这个美国的红酒 都会有问题 这些都是个体户呢 都是出口的企业呢 所以老板特朗普讲说 制裁 这样呢 你葡萄酒 出口生意 不用做了 再来呢 也是美国第四大牛肉市场 牛肉哦 从美国出口到香港 你会真的香港人吃到吗 也是中国人在吃 可能经过香港的口岸 经过这个盐田港 盐田港的码头 经过这个厦门的港口 上海 上海这些进去武汉 再到北京 天津港再到北京 再到大连 都是从这里呢 转进口到中国 所以说 一个国安法 你美国也有20个国安法 中国有一个国安法 你居然呢 就这么紧张 就要去制裁的话 你是不是跟自己的钱包 过一不去啊 所以这些 都会让美国人 在香港的美国人很纳闷 甚至于在美国的企业呢 在中国的美国的企业呢 也很纳闷 所以呢 这些都是会影响到美国的商人 很多就把他的中心呢 移去东京 移去新加坡 这些都是 都是呢 先拿枪打自己的脚 所以有一些报道呢 美国也有一些报道呢 也就是说 其实特朗普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要移开视线 因为刚才我刚刚开始说的 这个明年说到的白人警察 用暴力来执行任务 把黑人制使 所以这一次这个 这个和平 本来是和平抗议的 他不只是黑人 出来抗议 其实有很多亚 或者是白人 都出来 去抗议 来抗议 所以变成呢 可能他要移开视线 还有就是他在整个新冠疫情之下呢 控制不好 有十万个人 死黄 上几百万个人 就是中招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为了要移开视线 一旦有这个国安法呢 说我要制裁 所以把这个事件移开 为什么呢 特朗普因为在 10月11月的时候 要重新 要连任他的这个总统 所以 他今天要想尽办法 就是要找一个敌人 找一个敌人来开战 找一个敌人来对立 所以就是中国 现在的这个国安法 所以同时候 在他美国今天 这一两天 发生了这个暴乱 他是说因为暴乱 而不是这个民主抗议 但是在香港呢 就是民主抗议 所以这个双重的这个标准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不只是这样 我们还没有谈到 马来西亚跟东南亚之前 利跟弊 我们来先研究这些事情 所以这些情况呢 可能就是说 是啦 这个是可能支持 支持中方这一方面的 这些数据出来 但是呢 在整个的 这个香港的事件啊 我就说这一年 去年一整年 黎振英嘛 阿斐罗 斐罗雷啊 斐罗雷就是 以前Jordano的老板 我的书架上 也有他几本书 这以前也是我的英雄 做企业的英雄 他做这个Jordano 怎么把这个Jordano呢 用这个 就是便宜的价位呢 做成一个定位 把整个的 这一个 整个的那一个 整个的企业呢 把它做起来 就是他这个 很聪明很厉害的 一个企业人士 但是李振英 自己本身也讲呢 就是希望 这个西方啊 美国也好啊 英国也好啊 继续支持 他们的这一个 港人治港 这个是他的政治立场 没错 我们就不谈这一些 但是这一次 当特朗普说 要制裁香港 他说求求你们 不好制裁香港 因为制裁香港呢 会有面对 这个经贸的问题 所以你看 比较 比较冷静的时候呢 在谈经贸呢 他就不想说 这个会 这个制裁呢 会影响到香港 甚至于这个李祝铭啊 李祝铭也是 这个香港的 香港的这个 港人治港的 这个基金分子呢 也是说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 其实他跟李振英 是同这个政治立场 一个阵线上的 他说也不好去制裁 一制裁的话呢 会影响到 整个香港的这个经济 刚才我们谈了 甚至于这一次呢 就是欧盟啊 欧盟啊 就是通常的是跟 这个西方国家的 这个整个的霸权啊 美国跟英国呢 这一次连德国啊 连法国啊 也没有出声 也没有说 好兄弟 我们一起来制裁 这个中国的 港版国安法 没有 他不出声 因为他其实觉得 这一个 这一个制裁呢 会对他们 欧盟影响 因为欧盟也跟中国 做很多生意啊 欧盟也跟香港 做很多转出口啊 他不只是来到香港 转中国 可能从香港可以 再复制到这个远 远东 就是发 East 或者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东南亚 就是转出口 所以他们呢 也不出声 就像那次打伊拉克的时候 第二次打伊拉克的时候 欧洲 这些国家呢 都没有一定很支持 所以他就觉得 特朗普呢 是很鲁莽的 就很像他 说要用这一个 消毒剂 打在自己身体 来看Covid的 这一个 这个道理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 你看到 其实呢 他是很 very reckless Trump 是very reckless 过后怎么反击呢 梁振英 就是以前的前 前特首 但是现在是中国 政协的副主席呢 他就以这种 报复的 这个说法来说 好了 既然你要制裁的话 包括英国 英国也讲说 我可以发 这个 British 一个叫什么 BOR 就是 可以跟香港人呢 发passport 发故障 准备300本的passport呢 所以如果香港那些 不满意这个国安法 你们要 离开香港 你可以申请我们的 这个英国的 这个特殊的passport 就是 在英国居住以外的 英国人 可以申请的这个passport 所以他准备 300万本的 这个 这个护照 来支持这个港人治港 OK 我们不谈政治的立场 但是这个就是 他发出的声音 就是英国人 所以这一次呢 美国跟英国呢 就对这个国安法 所谓的 这个反应 就是 就是在这一些情况之下 好 如果是这一句话 出来了以后 到底 我们已经谈了 这个29分钟 到底对 真的这个事情 发生以后 这些发生 BOR B-O-R Bili讲的 BOR 这个British Overseas R 我忘记是什么了 OK 好 我们就回到这说 如果真的这个事情 发生 这个事情呢 还是要 回到他们的这个 民主投票 来通过的 所以TRUMP呢 你可以说 他信口开河 TRUMP呢 或者他是性情众人 TRUMP 他是为了 他的选票 喊出一个 一个说法 找一个敌人 来对敌 这样变成了 打这个 这个 这个目光呢 把他移开 这个可能是 他的做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刚才说 很多美国人 都移去 东京 或者去新加坡 因为去年 那一个 去年整个香港 在抗议 街头抗议的时候呢 其实有很多人 对马来西亚 对东南 也在做询问 尤其是 马来西亚 第二家园 在这一方面呢 已经有很多 很多的这个询问 因为我看了 很多的YouTube 很多的香港的 这一些同胞啊 他们也做了很多 这个视频 来介绍马来西亚 介绍新加坡 成为第二个家园 尤其是马来西亚呢 有这个MF2H 这个家园呢 已经吸引了 他们的目光 甚至于那天 我在看了一个视频 介绍 介绍这个 槟城啊 尤其是可以租上 大概一两千房车 对香港来说 那一种房子 没有一千万马币 是买不到 但既然在马来西亚呢 如果以外国人来买的话 一百多万就可以买到 只是一个十分之一呢 这个已经很吸引他们了 所以其实很多香港人呢 在这段期间啊 在之前呢 已经有移民到马来西亚 当然有移民到 到台湾呢 也很多 台湾呢 也是在蔡英文总统政府之下呢 也敞开这个怀抱呢 来拥抱这个香港 要移民到 到台湾的这些新移民了 包括马来西亚呢 我们也欢迎他来 因为MM2H呢 进来了以后 能够带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 经济的这一个活动 在这几年 包括在中国过来的 也是 这些中国同胞 也是用MM2H 香港的 台湾的 甚至于有很多中东的 中东的这些 印度的这些商人啊 都移民到 到马来西亚 也不算移民啦 是MM2H 一移民的话呢 尤其是在我们马来西亚的 这个政治的一些说法 它也是很多误导 说我们可以卖passport啦 我们可以卖 这个公民权啊 这个是不确实啦 其实真正正正是 MM2H 马来西亚第二家园啊 所以这一个方面呢 肯定的又会继续的 会获得很多的inquiry 首先就是让他们来再想 过后我们再谈就是说 香港刚才有说 因为美元嘛 美元跟世界对接的话呢 中国是用人民币 在对香港的美元 在对接全世界 所以70%的transaction啊 比如说开LC啊 payment啊 很多时候也是经过香港的 包括我自己的生意啊 这么多年以来 以前 这个台湾 当时我们跟出口很多 马来西亚的木板 到台湾的时候呢 是直接把 把这个板啊 出到这个台北啊 台中啊 高雄的这个码头 我们就做物流运输到那一边 LC呢 是直接台湾那边 出给我们的 OK 如果是香港的顾客呢 香港当时还有一些工厂 他们的这个LC 也是从香港过来的 但是后来台湾人呢 把厂 开在这个东莞的时候 他是怎么开信用证的呢 怎么开LC的呢 他不是开中国的信用证 当时中国的金融呢 在1996年我开始 跟中国做生意的时候 主要是跟随着 台湾的这一些工厂 他们后来设的 分工厂在东莞 后来把 收信把整个的工厂 Marcus Lee讲的 BNO British National Oasis 这个就是 英国要出300本的 这个passport 用这个BNO的 definition 来给香港人出 出passport 好了 就是之前 台湾人在 在东莞的工厂 购买板子的时候 他是用 香港的LC的 意思是说 他在香港 在注视一个公司 可以开信用证 可以开信用证 或有一部分呢 是从台北的 银行 出信用证给我们 因为毕竟台湾跟香港 还是比较 在这个金融方面呢 是对接世界 是自由的一个地位 后来 过后呢 中国才有 可以出一些 这个LC 但目前为止呢 整个的情势 还是经过香港 来开信用证 如果今天 你美国 对香港制裁 这个国安法 制裁 它的自由贸易 的这个地位的话 开LC会有问题了 这样倒不如 我就去东京开 但是目前 我没有收过 东京的这个LC 新加坡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倒不如 他说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索性 把工厂 放在马来西亚 我不可能 把工厂 放在新加坡 除了很高价值 high value的那一些 我开在新加坡 但是我可以 开在马来西亚 对不对 这个就是 对我们的利 MM2A是一个利 过后呢 开工厂 是一个利 还有就是 开信用证 我们马来西亚 也是一个利 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做到的 就是因为 在去前两年 我也是把 我这个上海的 这个朋友 也是我的顾客 我带他去 跑了M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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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是很相关 跑了MDC 马来西亚 Dimple Council 跑了MDIB 这些地方 他跑了五个国家 当时因为 特朗普 也是对中国的 这一个 增关税 提高25% 这一些 尤其是做 加剧月这一方面 出口美国很多的 但是利润又很薄 他买的板 是大大个的 都是 都是很高 很高成本的 所以他每一个 都要计算 到最后呢 他跑了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越南 菲律宾 到最后呢 我用很诚恳的心 这个是我的经验 今天我开这个直播来谈 不是说 人家听到一些什么 讲现金流 一般人呢 全部讲现金流 或者是 卖 property的人 也会去讲欧赌欧 这一些 我就不乱讲 我就讲 我确实 帮忙过的 所以前两年呢 我带了很多人 来马来西亚去看 就不是 我没有做 hard selling 我就带他 做很多的对接 跟我们的 garmament agency 做很多的对接 包括跟 Jakim 比如说 做这个饼干的 厦门的饼干 以前也是我的顾客 后来他转型 也投资 在这一个饼干厂 我也带他跑了 我在厦门 也去说服说 你们来马来西亚 你不要把自己的 主厂关掉 在中国 设一个分厂 利用你的 这一个产品 SKU 哪一个适合放在 马来西亚的 去做 所以我对接了 很多 最后呢 我那一家 这个家具工厂呢 它是出口美国的 到五个月里面 放在JB 五个月他就 出了第一个 第一个container 所以他第一个的 NOD呢 在JB呢 是邀请我 我成为做上币 我很高兴 因为至少为 马来西亚出一些力 后来我是自由身的嘛 我到今天 我自由身 我还觉得 如果香港真的 发生这一个 被制裁的事情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力了 这个是我们 要敞开胸怀呢 去接受他们 帮帮他们 甚至有 另外一个顾客 现在目前还 跟我买着板子的 他也是在 在印尼的Smaran 他更加有眼见 四五年 五六年前 他已经进来了 因为上海那边 因为他的这个成本很贵 因为看到这一个 特兰普上来呢 这个疯子一鸣 要提高很多关税 他洞察到这一点呢 他就先去印尼 后来去了印尼呢 继续买我们 马来西亚的板 所以到今天 他去到 静静地在印尼做呢 出入美国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这个Johor的 这个上海顾客呢 经常看到我说 福总 我没有做错决定 我真的选到 首先 我走出来了 第一点 第二点 我选了东盟 第三点 选了马来西亚 就是因为你很诚恳 你们这里的官员 其他的官员 也很诚恳 不会不好的东西 讲得很好 但是就把这些资料 给我们了以后呢 我最后选择了马来西亚 只是比较缺的 就是你们的员工 现在我要谈他的币了 如果是我们招来这一些 人到我们马来西亚 社产 我看金融这一方面 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KLC TT before shipment 这一些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工人这方面 就有问题了 包括这一次 你看这个 这个lockdown的时候呢 政府顺便抓外劳 这个也是头痛的问题 那头痛呢 我觉得今天 反正我们一直在说 我们脱离不了这个外劳 可能是在这个疫情之下 可能我们 就是被逼的 就是说 有一些领域 真的不需要用 用外劳的话 我们真的不需要用 真的要用的话 当然 要做一个paper 给这个 给这个新政府呢 重新考虑 但是我们不能继续用一些外劳 而不把它自动化 机械化这一些呢 这个未来的路呢 也不是很好走 这个就是 就是第一个的beat 好 我在谈可能说 最近我们在探讨的 Billy也在线上 可能David也在线上 就是 电商联盟 最近我们组织了一个电商联盟 因为马来西亚呢 马来西亚这一块土地呢 是真的是一个东盟之床 所以可能你听过 我来讲很多分享 可能这个是一个老课题 但是这个好的东西 对马来西亚是利的话呢 我还是要继续讲 马来西亚真的是东盟之床 在我们的这个地理形式也好 我们也是用英国法律 你看我马上看到这个Billy 他说用英国法律 他提醒我 因为英国殖民 殖民香港 殖民马来西亚 用的是英国Common Law 基本法 所以今天香港有事情 这一批人出来到马来西亚 MM2H 来这里做一些小店 开工厂 开LC 甚至于要做这个电商的话 都是用这个英国的法律 都是很熟悉的这个法律 所以你看这个都是我们的力 所以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电商联盟的话 我们希望就是说可能他们有一些 在香港做Ebay的 在香港做Amazon的 或者做其他的这个平台的 或者是做逃跑卖到国外的 他今天呢我们欢迎他来 把他的整个的基地搬到马来西亚 我们来进行服务 我们可以用这个AmConnect 来帮他做这一个 这一些衔接 我们可以用我们这里的DFTZ 来跟他服务 比如说David在这一方面很强 Billy在这一方面这个AmConnect很强 还有Steven在淘宝 还有淘宝大学里面呢 教了很多的徒弟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e-commerce 他对哪里很熟 他对UAE DUBAI很熟 他对哪里很熟 对印度很熟 所以这个电商联盟呢 也是另外一个例 就是这个我们能够 要take full advantage的 当然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Trump 到底能不能够残联 但是这一六个月呢 已经进攻之鸟 吓走了他自己美国的 在香港的企业 还有就是香港人今天已经 也已经很平静了 一整年都是在那一边 很多的这个思维 做生意 过生活 不好过 所以今天如果他们做电商的 这一批的这些新人 也可以来马来西亚 take我们的advantage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欢迎的 所以今天我开了这一个直播台呢 就在细数这些事情呢 我觉得这个是按照整个的情势来进行 同时也看到底美国人是怎么想 所以今天我也有问 到底今天美国的这个暴动 因为这个白人警察用暴力 来制使这个黑人的话 到底他这一批人在烧房子啊 或者这个闸电啊 到底是在反Trump呢 还是这一些人呢 忍无可忍 就是因为平时呢 是受了很多的这个种族歧视 因为我看到一些报道 他就问这一些黑人 为什么你们一旦有这个事情啊 你们就会出来暴乱 他说不是往往就是今天看到的一个案子 而是平时呢 我们走出家 去走出去的话呢 都会受到这个警方的盘问 都会觉得你们这些都是 都是可能犯罪的分子 所以他长期的那一种压迫纳闷呢 竟然一旦有任何的一个同胞 被这个欺负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借题发挥 就很像这一次的这个新冠疫情 也是特朗普在那里面制造仇恨 或者是这个Boris Johnson 也是在这一些大白人的这些想法呢 就创造了或者是塑造了那一种 那一种仇恨 就是说这个疫情是因为中国爆发的 所以很多这一些渔民啊 就是可能愚蠢的人民呢 就听到他的政府 或者听到他的领袖这么讲了以后呢 就开始对种族的一些 一些的歧视 包括对华人啊 他也不懂这些华人是来自中国 还是来自哪里 总之看到你的样子 像中国人就当做你all chinese 所以就说到这一方面的 比如说包括在澳洲 也跟人家吐口水啦 或者是给人家打巴掌啦 这一些 所以这个往往就是领袖创造的仇恨 所以每一个国家 领袖要负很大的责任 所以所谓的政治争制 一政治 选票给你是把事情 造福人情 而不是去建立那一种仇恨 所以今天呢 倒过来呢 这个特朗普呢 好像自己呢 自己开箱打自己的脚 所以这个就是他所面对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 期望就是说 我不知道如果真的他残联的话 10月11月投票 过后呢 1月29号走马 重新走马上任总统的话 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日子 真的不好过 很多时候人家就会 不管是他也没有残联 但今天只是5月底而已 还有6个月的时间要走 这样这6个月呢 很多人会位于重谋 可能就开始要离开香港 离开香港了以后 到底何去何从 所以对马来西亚来说 简单来说 我觉得是利多于弊 当然我们不是因为这样的 在那一边 在那一边 就是 不管人家的感受 也不是这样的意思 今天要谈的这个事情 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大方向 整个的macro economy 整个的这个宏观经济 是怎么走 我们要怎么样的应对呢 就是今天我以这个平台呢 初步的跟大家接触 大家在 在 在做交流 我们再看接下来的情况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OK 我看我们做好准备 尤其是在我们整个马来西亚 作为一个东门据典的话呢 我们要想想 尤其是我们在谈很多的转型啊 是否能够对接上香港 对接上中国 对接上美国的这些企业呢 怎么把它们放到在马来西亚 OK 好 就我也谈到大概46分钟了 就是因为今天我一个人常读角戏呢 就对着这两个手机 一个是YouTube的这个录影 一个是Facebook的这个直播 反正就今天下午一点时间 跟大家做交流 如果你觉得这个有意义的话 请大家能够share like 还有如果要重听的话呢 可以在我的YouTube 我会存录在那一边呢 请大家subscribe like and share OK 好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